大家看我这个HACS 我已经在这个Integration里边呢 安装了三个插件 一个是和风天气的 一个是小爱同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空课插座的 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上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发布了一个我自己编译的HASOS的固件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让你的HASOS支持应用商店 HACS的应用商店 大家看我这个HACS 我已经在这个Integration里边呢 安装了三个插件 一个是和风天气的 一个是小爱同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空课插座的 因为我有空课的插座 空课的插座集成的Home Assistant 是需要这个空课的支持 空课插件的支持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新安装的这个 HASOS里面 那么如何安装一个HACS到HASOS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Supervisor 这个Supervisor安装呢 是安装的一些外部插件 它这个Ideon Store里面呢 都是一些外部插件 那我们HACS呢 是安装的Home Assistant内部插件 我们先用这个SambaShare 这个外部插件 把我们Home Assistant的目录共享出来 我们选到这个Supervisor 点这个Ideon Store 找到这个SambaShare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安装 好大家看安装已经完毕了 我们把Watchdog的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我们回到Configuration里面 Configuration里面呢 我们在这边呢 设置一个密码 否则呢 它是不能使用的 我们设置ABCD吧 比如说 点一下右下角这个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回到首页这个Info这块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开始 Start 然后我们看 这个Samba服务就开始运行了 我们看一下日志 日志里面呢 没有任何报错 那么证明 它是工作正常的 我们打开一个资源管理器 我们在这个 如果网络连接里没有呢 我们在上面输入这个IT Commander 点Local 回车 然后我们输入用户名是Home Assistant 密码是刚才设置的ABCD 这个密码用户名呢 可以在刚才的Configuration里面去修改 根据你的情况去修改 然后我们看有一个Config的文件 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的配置目录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 留在这里 我们打开一个网页 HACS.xyz 这个是HACS的官网 我们从官网呢 下载一个它的程序 我们看我们下载这个第一个压缩包就可以 下载完之后我们打开这个压缩包 我们回到这个网站 我们回到这个网站 它里面介绍我们要建立一个Customer Components的一个目录 我们在刚才打开的这个网络共享这边选择新建一个文件夹 名为Customer Components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目录之后 我们再新建一个目录 叫HACS 我们再把它打开 把刚才压缩包里的内容 全部拖拽到这个HACS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大家看 我们已经把文件都拖拽进来了 然后我们HACS就安装完成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点击配置 大家记住 我们在配置和服务控制里面重启 如果你在Supervisor里面重启 那会把整个host重启 那样的话速度会比较慢 我们在配置里面重新启动的话 是仅仅启动这个Home Assistant 这个容器里面的应用程序 所以速度重启的时候会相对的快一些 Home Assistant已经启动成功了 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进到配置 点击集成 然后选右下角的加号 在里面搜索HACS 我们看HACS就出来了 我们点击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一个安装 安装集成 这个时候呢 要保证你的网络跟GitHub是通讯是正常的 因为呢很多很多朋友呢发现这个HACS工作不正常 那一般呢都是因为网络问题 如果你把网络问题解决了 HACS用起来还是很好用的 在它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我们去GitHub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自己一定要有一个GitHub的账号 我们点击我们这个GitHub的账号 选择设置 然后我们挪到最下边 有一个开发者的设定 开发者设定里面有一个私人的 Personal Access Token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Generate New Token 这个时候它会需要验证一下你的GitHub的密码 我们给这个Token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叫测试 然后剩下的呢一概不选 我们点击生成Token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Token了 我们把这个Token复制到剪切板里边 回到刚才HACS这个安装的界面 等它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Token填进去 好大家看HACS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书Token的界面了 我们把刚才复制的Token粘贴进来 点一下提交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就成功的 成功的把HACS装进来了 并且它也出现在我们的左侧的菜单里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它这个图标就显示正常了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HACS 大家看HACS is starting up 这个时候它会从这个GitHub上下载它的一些集成的源 还有一些界面的源等等 我们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在HACS里面的Integration里 是看不到一些东西的 它会慢慢的加载 我这个网速还是可以的 大家看它已经加载出很多了 比如说你想 比如说你想添加一个小K插座的支持 你就在这里边输入空客 大家看空客插座就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HACS安装这个空客的插座支持 并且它还有一些例子提供给大家 同样你能搜到一些其他小米的设备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我们HACS的安装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